两药苦口让很多人都难以下咽 所以有很多市售的人森饮品喜欢添加糖来去苦味 但是呢台北市议员潘怀宗就发现 这个饮品全都没有标示糖量 只标示碳水化合物是不够的 市售的十种人森饮品是各大卖场 还有各大药妆最火红的补品 也是经常拜访长辈时或是碳病时的伴手领 但是这些人森饮品里面的糖量完全没有标示出来 只有标示碳水化合物 营养专家表示糖不等于碳水化合物 更重要的是糖是多了会变笨 血型力下降 研究更发现糖与忧郁症和自杀有关 摄取过高的这个含糖食物或高油的食物 就不够营养的食物会增加忧郁症的倾向 这是2001年在澳洲及纽西兰的这个文献 台北市议员潘怀宗要求台北市要先做好食品标示的问题 他们还建议中央的卫生署应该的主动的修法 纳入糖的剂量也必须要标示 让民众有知的权利